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处理的过来85个offer就是说有85个人要把它的报价要递进去 就有人算过 如果一个offer看三分钟就要看三个小时 3824就要看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看不完 是 这个房子实在密室 它是开价是74万9 经过85个人抢了就达到了99999 这个数字很奇怪 对啊 这个都是正好 差一分钱不差一百万 我觉得也蛮蛮狠的 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房子的大体情况吧 它是42乘97 然后它的地税是4531 它是在密室 然后我们看看里面的情况 它是一个半独立 有一个车库 里面看起来还是挺好的 没有什么大的状况 对 中规中矩的 除库柜也不是最新 但是也挺好的 是的 它这个应该是做了staging是吧 这个肯定是有staging了 但是也没有很特别豪华staging 就是要表是一种家居风格 有一点现代的感觉 但是也不是特别现代的 我觉得它窗帘啊那个 霸呀搭配还是不错的 嗯 对对对 做的挺好 没什么大张问题 对 地税是野装修了 但是它这个地下室没有在另外做成 另一套可以出租的样子 嗯 没有 这老外的房子 地下室一般都做成健身房 后院比较小一点 哦 也不小 它是有个露台 冬天的时候 其实冬天的时候看房 就是感觉有时候看不出来后院 最近怎么样下雪 对 后面还是挺大的 而且它后面这个园铃做的还是不错 对 总体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嘛 呃 我们也调查了这里也是没有什么学区 呃 所以它经过 这个80多个offer进去了 也没有抢到很高 嗯 对 就相当于多了25万嘛 对啊 我感觉就是85个首先进去就很 我觉得大家都很勇敢 如果是我的话 我都不敢 不是很想去抢这 白鼠凑这个热闹对吧 这其实对 其实这种呃 抢offer的话 是有时候会对那个 买家是很不公平的 所以我一般不是凑这个热闹 嗯 嗯 呃 我们再可以看看他 最近他卖出的情况是怎么样 对 其实他这个也没抢很高拼 就是说 最近这附近还是 九十来万 还没上一百万 对 有一个上了一百万 我觉得他还是卖出他 市场上的价格吧 也不是说抬得很高 对 所以他们还是比较理性的 那么其实就是这样 感觉他会发疯的一个状态 但实际上 卖家就出奇的冷静 对对对 而且他这个 我感觉是他那个 卖家经济做的一个噱头 他就首先把价格压得很低 就吸引很多人来看 对 当时是听说 很多人在看这个房子的时候 都是排队着看的 就排队排到外面去了 是我们感觉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说 他 他就感觉到他虽然这么多 房 offer在竞争 但是大家还是没有 没有失去理性 就是所以我们在抢offer的时候 其实要 不要失去 不要被数字吓倒 是该出多少家还是出多少家 不要超过自己 不要充分 对对 好 这是一个在多人多稍微靠西边一点的房子 我们开另一个也是抢offer 是有20来个offer 这个是在richmond hill richmond hill富豪山 是中国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地区 它当时开价129万 然后最后是抢到161万 这个很夸张 抢到40万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能抢这么高 也是不是 是的 是的 首先它是才三个卧室 一个garage 就是说一个车库 如果这个房子两个车库了 160万 我觉得还是很划算 但是它只有一个车库 所以它是一个freehold townhouse 它只是一个townhouse而已 只是一个townhouse 对 只是一个freehold townhouse 所以它的门是在另外一方向 所以它的面框很大 对 我开始一看这个 还以为它是一个半斗力量 你看它正面到 它正面到 这个车库的地方 这种房子就是有一点好处 就是它这个采光很好 两边都是窗户 还有一个走廊 还有个回廊 然后它其实用了一些公用的地区 这种的转角处的townhouse 就是面积很大 而且它有三四 就是三四亿 对 是啊 所以说这个还不算是独立房子 也不算半独立 是一个townhouse 很多人看上了 对 我们看看 先看看这个房子 也很通透了 很通透 地板啊房 也做得很不错 屋顶不算很高 现代风格 对 也是有九指的 也有九指的 这里有两个柱子 感觉有点关 这个柱子可能它原来是 它拆掉了应该是 它肯定改过了 这个柱子它不能 不能那个拆掉 可能是大梁 可能它不想拆掉 其实这个townhouse还是很大的里面 你看它都做的有个中央岛的厨房 都能做到个中央岛 厨房打通了呀 这个厨房重新设计过了 以前不可以有这种design 它这个是最新吃的比赛 上美举 就是gas room 对对对 那个氧气的 所以说在这个 它这一楼是完全重新装修过 所以说这个钱也包含 装修的钱在里面 但享用的人才是 而且比较新潮 现代化的东西很多 二楼也 你看到牧师也是很大 这种是比较大的汤 很好吃 但现在已经到160万 有点太快大了 这个其实 其实是很舒服的 它是一二楼超全装了 卫生间全部都换掉了 地板物件也换了 可以重新全装那边 可能花也要花个十几二十万 对 最近对于这种证物 比较新式的证物 而且里面重新装修过的证物 是很受这种年轻人的欢迎 特别是那种兴奋夫妇 而且它这个采光非常好 你看刚才那个有那么多床 非常多床 对 稍微有我感觉有点 不太喜欢的 它这种不是四四方方的 有点是拍摄的问题 原来没办法 它肯定没有 它肯定这个房子 它二楼上面可能是有一个转角 你从外面看 对对对 因为它外面是有个圆的设计 这二楼酒柜也做得很夸张 对 这个酒柜也做得很好 反正重新都装过了 这个是完全是新的了 也不怪 你看外面看不出来 里面 里面看得很好 对 外面看出来只是平平无奇的而已 你进去看 全部都给你弄好了 对 刚才我们说它那个 不是很四方的 可能就是因为外面设计是原的缘故 好 其实这个 最反正也卖过很多次 你看它之前卖 2010年的时候51万卖的 2016年的时候就100万了 2016年的时候就100万了 2016年10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到了100万了 现在已经160万了 8年涨了60% 主要是它现在卖你看它2018年到20年6年都出租的 我觉得它肯定租完以后重新修了一下 然后咋卖 可能花了时间比较长 2000尺的也挺大的 所以2000尺的摊号是很大的 就算有些独立物它也没达到2000尺 这个比较旧的独立物 他最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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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这个这个学区是那个贝宾学区吗 是个最好的学区 这个就是怎么说 就是瑞希美希特里面最贵的一个 比富豪山庄是因为他大 他是在这个如父子他 他这个区就是因为属于贝宾这个小 这个高中的学区本来也不是很大 他属于最核心地段 他就可以直接走路上学了 对这个贝宾高中是9.9分了 就是也是Top10了 有IB学校吗 然后他这个小学也很不错 这个区就是就挺好的 嗯 160万在这个现在这种高期情况下 也也算是比较贵的 160万以前可以买双 这会儿再买个Townhouse 是啊他仅仅是Townhouse 160万可能人家喜欢吗 这个卖家还是有可能减个20万 嗯 是 主要是对 现在利息这么高 160万 月股都没达到 月股得到8000 但我认为很多买家认为市场已经触底了 特别是这疫情涨过之后 那你想一想这个数字 想想这个数字 160万的Townhouse 就这么想的一件事情 160万Townhouse 那你觉得他还能涨到哪儿去 200万 这个很难说的 你想他2016年的时候 他100万卖了 他那时候一个正母Townhouse 他也没想到财费在涨 说不定再过个8年10年 也能涨到200万去了 他抢的时候他移价129万 所以他还是很有信心的 129万还不抢 Townhouse现在都很贵 我有感觉疫情之前的Townhouse价格还是比较平常 现在Townhouse变得很贵 是 主要你这个Townhouse 主要里面装修的稍微豪华一点 本身你Townhouse还是要大一点的 就是1800起来2000起以上的 所以有时候卖的比传统的独立房还要贵 主要是要新嘛 新专修好了 现在很多人不喜欢专修 也很难 其实这样专修很贵 专修成本也好 拍个video 时间前 而且很多买家最近就大家都感觉 那个房贷利率可能是会要下调的缘故 所以很多都觉得已经是触底了 就大家都渴望在 对 在购房狂桥之前先买下一些房子 嗯 就觉得是的 感觉 虽然 居然房价还是很高 利息也还没有加很多 但这个趋势一开始就有人开始想要出价格 所以我觉得20多个 所以说你看offer 刚才这个85个offer和这个20个offer 4万反正才上160多万 占了30多万 所以说市场上的人 大家都是比较理性的 不像是以前那么疯强了 对对对 而且就是大家如果真的是处于这种情况下的话 也要对自己的 budget 有一个好的正确认识 就是不能随着比如说出混头上头 这样也要算好这个负担能力 而且现在房源慢慢也多起来了 如果真的是 如果真的是买家入场或者你自己入场的话 我觉得不要太急着去抢 也太急着去去买 一定要买成这个的心理 主要是现在这个春天开始有新的房源开始出现了 一个冬天都没什么好房子看 可能这是比较相对比较亮眼 比较正规比较 差点比较好的房子 所以大家都想把它干净买了 是 但是大家也不要听朋友圈 那些经济在吹得那么说 最近很多抢房 很多都在抢房子 市在抢 但是大家也没有往上抢得很高 所以也不要太慌张 对 买房也要注意一个策略嘛 但是从这两个来看呢 这个学习房还是比较占有优势 还是比较受大家喜欢的 对 学习房和装修比较好的房子 但是不愁卖 而且价格也真的会涨得比较高 那好吧 我们今天讨论这个抢off的事件 特别是2024年一开春就开始抢off 这个是稍微是有点惊喜吧 但是大家都非常理性 我们的先聊到这里 好 那我们今天 那喜欢的小朋友 欢迎点赞 关注 转发支持我们频道 希望加入我们的Disco频道 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我们下期见 再见 再见